在上一期节目中,徐亚萍与我们分享了作为一名国家队运动员的经历与感受。 本期节目,我们将走进徐亚萍退役后的新生活。 我觉得我们这个群体首先优点非常多,而且这优点是很多普遍的女孩子所具备的。 比如说我们长年累月不在家里面,所以我们爱家,特别顾家,而且我们给别人展现的外在的仅仅是表象,我们比较坚强,其实我们脆弱的时候更多,但是我们的脆弱就像刚才男嘉宾讲的一样,是发泄在跑步或者一些激烈运动中去发泄,或者是偶尔躲在被窝里面哭泣来通过去调解的。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的缺点就在于对社会的认知程度还不高,优点在于别的女人没有的东西我们基本上都有。 谢谢。 我们知道您参加了很多次《非诚勿扰》,就是在当时参加《非诚勿扰》的时候好多朋友反对您参加。 那您为什么又要坚持去那里,有什么目的和收获吗? 当时的反对是因为,因为我家里人说不需要我去泡住路面嘛。 那我的想法是,第一,我确实是单身。 第二,我觉得总得要有一个冠军去站在那里,去向大家,告诉大家,现在这是很多的运动员存在的一个现实状况。 他们不仅仅是退役后的工作和生活问题,还有他们的大龄运动员的婚姻状况,爱情状况是需要大家去关注的。 我们可以做到像国外的运动员也一样吗?像那个设计的艾蒙斯,他两届奥运会都打拖把,他打拖把了之后,他都一样很开心,他没有非常非常痛苦。 当然了,现场的时候可能有一点,但事实上不会影响他一生,因为为什么?因为他有爱情,他有家庭,当他不把这个金牌当作他人生唯一的精神的支出的时候,他失去他,其实他不是最痛苦的。 因为他有家,他有事业,他有工作,他还有这些温情都在他身边,那么我觉得运动员也是,为什么中国的运动员压力会这么大,能不能我们把我们的婚姻,一个幸福的家庭婚姻,爱情生活,对训练,对我们产生成成绩是一种推动作用呢?甚至是一种保护作用呢?那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嘛。 说到运动员,许多人都会想到头脑简单,四肢发达这八个字。徐阿平对于这种观点有着自己的看法。 运动员之所以头脑简单,那是因为他专注,他专注于做某种一样的事情,他精力集中了,所以他旁边杂志的东西,他不去干涉它,不去去关注它,所以他变得很简单。 这种简单是来自于专注啊,这是一种好现象。 那他,你说他头脑简单四肢,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这种东西,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非常的贬义词,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这是表样运动员,这个简单不好吗?你看你怎么理解这个简单呢? 而且在学生当中,在做某一个行业,做任何一个行业都一样,你只要去关注它了,你就会变得很简单。 所以说我希望大家知道运动员,它为什么简单,它简单来自于何处? 然后我也希望更多的运动员能够勇敢地站出来,能够寻找自己的幸福,也能够多次学习知识,然后希望社会能够对运动员一起关注。 徐爱萍一直在思考,怎样才能让人们更了解体育,更了解运动员,他也不断地将这些思考付出实践。 参加《非诚勿扰》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,退役后,徐爱萍还成为了前江晚报体育松鼠会的专栏记者,正是这份工作促成了他今年年初的南极之心。 我刚开始想法很幼稚,因为我上来非诚勿,大家所有人都很关心我的私生活,所有人都问你该结婚呢,你该怎么样呢, 然后我觉得压力很大,尤其是过点的时候,其实我觉得我是逃婚而已,一下子不小心就逃南极去了。 南极也一直是我一个梦想,也应该是每个人心里的梦想,因为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净土,我觉得是南极,所以我想要去南极, 而且以前在我当印度的时候,我经常会梦见,在那很冰天雪地的情况下,然后极光打过来,我划着小船,在那种很空旷的环境里面在划船,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享受这种阳光,然后这个世界特别干净,我就是带着一种梦想吧,南极是一个人的梦想,然后也想去挑战一下自己。 南极之行毕竟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,回顾这次与众不同的经历,徐阿平说,去一趟南极,就是一次修行。 就是在整个的旅途过程中,一定有非常艰难的时刻,那么您可以给我们谈谈具体的非常艰难的时刻吗? 南极这次去的话,比我想象中要稍微好一点,要好一点,原来我觉得会很痛苦,也很累,我也做好很艰难的准备, 但事实上说之后发现,其实还可以,第一,我们要经过三十多个小时的飞机的旅程,然后通过好几个时区,白天黑夜飞不清楚, 第二,在经过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西风带的时候,那风浪大概有12米左右,就是整个船都在颠簸, 然后我吐,就是那去四十个小时,回来四十个小时,这很痛苦的,而且很丢眼的事情,因为我是滑船运动员嘛, 我居然会晕船,而且晕得很厉害,而且船上吐得最严重的就是我了,然后我会被大家很光荣地评为偶像,偶像,偶吐的偶像。 我去了南京之后,给我进化的不仅仅是空气,不仅仅是我的呼吸,不仅仅是空气,而是我的心灵, 就整个人会变得很纯净,你会很,很惊叹那种大自然的力量,那些起源,那些海报, 在那种,那种气候里面,它能够生存这么长时间,然后在南极公园里有个叫做,除了照片, 你什么都不可以带走,除了回忆,你什么都不可以留下,就是,因为在那个,在,在南极里面, 它那个很多,有很多小狮子,小狮子,那些小狮子其实都是企鹅,企鹅住窝的,它要做家的, 那有的人他就觉得,啊,南极很难得来,它把什么,什么狮子啊,什么鸟的标本啊,甚至是鲸鱼的骨头啊,都会带走, 那这是违反公约的,所有东西都不能带走,我们上下船的时候,鞋子上面,身上都要消毒,都要被水冲过来, 你不能有任何东西带走,然后,它非常注重环保,你不能随便吐口痰, 然后也不能主动去靠近,靠近这些企鹅,就是因为,之前的人,去的人, 每一次去的人都追寻的非常好,所以呢,就养成了一个很好的习惯。 结束了跌宕起伏的运动生涯,经历了深刻的思考与广泛的游历, 现在的许亚平是浙江大学的一名体育老师,他又想告诉我们什么呢, 一起期待我们的下期节目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